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叫水月 今年20岁 我是一名健身运动员 今天我来教大家 怎么训练手臂 首先 今天我们的训练工具 是水瓶 为什么我们用水瓶呢 因为水瓶大家都可以 随便在任何地方可以 找到 今天我们教学的目的 主要是让大家学会动作 因为动作第一 一 二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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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开始健身是情绪在健身 是情绪在领导健身的过程 所以我情绪好的时候 四个小时 五个小时 情绪不好的时候 十分钟 二十分钟 后面教人教了我 这个健身啊 不是情绪性的一个东西 是计划性的一个东西 它可以给我一些简单的计划 所以我时间大概控制在 最开始的时候大概是一到 一到三个小时 一到三个小时 对 就时间开始减少了 我现在的话一周是五次健身 一次一个小时 基本上我刚开始的时候 我记得 这边一些美国人 都不会帮我觉得我是中国人 因为这个身材 他们从来没见过 但是我可以说 中国壮的人其实很多 这些美国人不愿意去看世界 所以中国人也开始健身了 就说吃饭吧 吃饭在健身里面 是很大的一部分 对吧 像我们一般人的话 吃饭的话 就是为了满足舌头的欲望 满足自己的本能 instinct 但是自从我健身以后 我的每一餐饭 每一次每一次睡眠 都是有目的性的 我的目的就是健身的 不再是服从我本能的一种行为了 这是我的第四餐饭 YWISE and 睡鸡胸 睡鸡胸 然后睡鸡胸是93% 瘦的 为什么要这样吃呢 因为今天我的计划是 吃到300克蛋白质 然后今天是我的高碳日 就是 我今天要吃700克碳水 所以我选择 选择比较好消化的碳水 就是米饭 然后Tookie的话就比较 Fight比较低 所以比较适合我 现在这个时期 要降体重 最胖的时候就是半年前吧 280磅左右 健身比赛之后的暴饮暴食 导致的披萨炸鸡 能找到什么吃什么 想吃什么吃什么 是我看到自己以前的照片 我也觉得有点难受 所以后面就下定决心要改变 胖了100磅的话 因为本身我肌肉含量就比较高 因为我有肌肉 所以我本身的新陈代谢就比较高 所以当我帮我的卡路里摄入 降到2000左右的时候 我的体重智能就很快的下降了 所以请记住 肌肉是减肥最好的伙伴 碳水其实不是长胖的 如果你说长胖的话 你什么东西都可以长胖 但是有个基础的事情就是 你以前卡路里摄入多少 对 今天我卡路里摄入的话 大概是1800左右 但碳水的话 其实它卡路里很低 一克碳水只有四大卡 而且的话 米饭的话 这个碳水是比较好消化的 所以我选择米饭 你发现健身以后肿大了 说明你训练到位了 就冲血了 血液进到你肌肉里面了 其次我要矫正你 那个冲血效果不是永久的 对 是暂时的 对 暂时的 过一天就会消掉 对 所以你如果追女生的话 减脂的最好办法是什么 跟所有人一样 跟男生一样 累积肌肉 像我一样 累积肌肉 你只要有肌肉 你就有本钱去减肥了 因为你新陈代谢就提高了 其实 为什么要少吃多餐的原因就是 那我尽量保持我的血糖 我的血糖一直在个平稳的水平上面 血糖只要平稳 胰岛素就会平稳 胰岛素平稳的话 对于你肌肉合成就会有帮助 你的皮质醇 皮质醇是一种激素 肌肉会妨碍肌肉合成的 那个肌肉就会下降 所以保持血糖 一天的血糖 在一个平稳的水平 是你健身饮食的一个目标之一 对 有氧活动是很好的 是一种短期减肥最好的伙伴 但是从长期来说 你过多的有氧 会过多消耗你的肌肉 所以你如果你的计划是长期减肥的话 就慢慢的减肥的话 你不要 不要做太多有氧 所以一定要有氧跟无氧 一起结合对